好 我想今天判斤 判斤剛剛從這個代理 還有我們的觀點 來談論一些領導力的問題 確實領導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因為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他才提到這樣的一個觀念 他說要用馬英九跟柯文哲這兩個政治人物 來做例子來印證一下他有關拜年 和關於學生的一些觀點 然後我就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參與的政治 對這方面也有一些感受 也許可以一起討論 但我不曉得他把它變成一個 像這樣比較正式的 那因為我的專類不在管理上 所以我就想說要用怎麼樣來討 那我事先看了他的這個講綱 大體上他對相關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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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力的有關相關的一些問題 他已經做了相當完備的這個系數 那我在想可能不太能夠再加點什麼 這主要是因為我不是專業的高領導力這方面 所以我就用我的一個經驗跟我自己的過去所思考 或者受影響比較大的 我找其中一個一個點來做一個切入 那這個點就是說我們用管理 領導力跟管理就像他的演講裡面說 這個leadership跟這個manager這種有一些不同 那我們來看我們當前台灣 這個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或者重要政治的一個領導人 這兩個層次上你看起來他到底是一個leader還是一個merger 所以看起來就有點界線灰灰啊 不是那麼清楚 那在比較古典一點的一個思潮或者那個環境裡面 對於有關政治這樣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很嚴肅 我們今天特別在我們今天這個媒體時代 等一下我想把重點集中在這個媒體時代下的一個政治 在我看來是有點變形或者這個 如果用米蘭爾招監品這種影響非常的大 那麼在比較古典一點比較傳統一點他們 什麼是一個政治政治當然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泛的一個概念 大體上從古典的觀點來看就是每一種只要涉及到住宅 住宅的一個領導人都可以算作一個政治這樣子 那麼他的這種我愛用的就是受我年輕的時候受很深影響的這個 馬斯威夫他在1920年去世他在去世前一兩年他就做過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聯講 一篇就講政治做一種指令 一種就是學術做一種指令 但是他兩篇等於說他的思想裡面很重要而且就牽涉到一個倫理性的一個問題 那你們有一些觀點其實拿來你看那個大概到今天將近一個世紀前 將近一個世紀前講的做一個長篇的一個演講 今天我們看起來我們會有很多的感觸 有很多感觸也可以作為我們做某種緩醒的一個參考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剛剛看那個中央經談那個代理在講權力怎麼來的 他提到一個就是說職位上的一個知識 還有一個人格啊什麼這個說不利的總統 那馬斯威夫他也提到三種形態 他認為這個整個權力或者支配的這個正當性大概有三種來的 一種就是我們研究所發生的是一個傳統性的 就是說這個來自從古來就是這樣 就是家戶長或者皇帝那種形態就是用我們著入的權威 就是說這個權威是來自說過去就是這樣的 婆婆當皇帝那我就當皇帝那我阿姊就當皇帝 那一種那是一個比較傳統當然皇帝那是最極端的 那另外一種比如說領族啦或者什麼的 洪建什麼那種是一種比較傳統型的 那我們在今天這一種形態 基本上已經相對比較少見了 今天如果有就是一個家族企業或者什麼那一類 那相對在公共領域來講已經基本比較少見這種形態了 那第二種形態是跟那個那個他們 歐洲那種宗教信仰有關閉的概念 它的一個Christmas 就是我提到一種Christmas的這個權威 就是說它這種權威是什麼來自受支配的人 或者說受統治的人 對於某一個個人身上顯示出來一個啟示 或者英雄的氣質或者事蹟啊 或者它領袖的克制 產生一個人格上的一個歸依或者信賴 所以它說這一種是一種Christmas型的一種智慧 那就像我們在基督教的這個 Bible 裡面什麼那種的先知啊那種那種心態 那現在當然是種類的群眾的鼓動者 或者我們現在一般書本上 我們把這個叫做魅力型的領袖 這種情況這樣 最後還有一種就研究的一種法制型的 一種比較制度型活動根據 就是如果再用白話一點就是依法而治 我們現在很多我們比如像我們 有某些政治人物被指的以後 就說我這個依法而治我這個作為沒有 我這個依法而治 就有一套這個法規成人條款這種 我是根據這樣來形式的這樣子 好 那麼它這三種形態裡面 傳統型這一種大概我們這邊相對比較少見 那麼變成有兩個東西 一個クリスマ和一個法制型的這兩個 那法制型就是比較 routine relation一個例行化的一個運作方式 那麼所以韋伯在這個地方 它又延伸成就是說你從事一個跟政治工作有關兩種型態 一種一般叫官吏 一種就是政治家或者政治人 那麼它既然是官吏 那它應該是 它是不應該從事政治 它是應該是從事一個行政的一個工作 而且這一種行政是一個揮黨派性 那麼政治家是做什麼鬥爭 它是政治家做什麼鬥爭 就是說它是一種採取立場 我有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我對這個立場我是很信良的 我是有什麼動情的 那我有好惡的 那這個 譬如說這個官吏 就是做行政 它不應該有這個好惡的 那這個政治家是應該的 所以韋伯在他的演講裡面 他提到譬如說像一個教師 在課堂上 課堂上你不應該有好惡 你做一個婚姓 如果這樣那社會是怎麼樣的 如果這樣另外這樣又是怎麼樣的 做很多這樣的一個婚姓 你不應該有立場 但是你下了這個講堂 下了這個 你可以去做你的這個政治的盾 你有好惡各方面主張各方面 他就把很多這種界線 做一些相互的 分得比較清楚 那你看他做這樣的一個一個婚姓的時候 就做一個行政官吏 跟做一個政治家的這個本色 或者一個政治領袖的本色 就是分開了 那這種我們呢 我們來對照用我們一百年後 我們以我們的環境裡面 我們看到長長這個這樣很灰気 就是很錯亂的狀況 那這一點是會影響到我們對整個領導力 或者種種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的信賴感 他的一些受到損傷 種種的一些問題 都跟這一類我們 在一些源頭上 很多事物的源頭 受到混淆 我相信有一點關係 所以像韋伯這樣的一個思考 其實是很值得我們重新再做一些環境 那麼他提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最主要的是要講說 他重點要講政治家 在行政官他做出這樣一個氣氛以後 這個行政官吏這種就放到比較一邊 因為他是會根據著 比如說我們這個人類活動裡面 比較牽涉政治的 每天有一個例行化的日常化的 根據某一些既定的規則 去運作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是就是比較行政官是做的 那麼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個 一個變動潛能的一個政治領袖 如果政治家或者領導者種種這種 他的活動他的特性是什麼 那麼他這一天整個基本上是在講這個問題 那麼他講他就思考一個倫理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你領導者 你一個政治領袖 你憑什麼你是為什麼你可以掌握權力 就是說你是什麼樣的人 他的他就問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動輪的歐秉上 他說這是一個高度倫理性 對就是你做的任何一種事情 你這個權力你是會影響歷史走向 影響整個社會的這個方向或者一個 就是不是只是跟你個人有關 或者跟一個小患是一個影響面的 那你為什麼你有這個權力 這個正當性在哪 他就問這個問題 那你有這樣的一個權力的人 你必須具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他提出三點 這個我講韓永都讀過偉國他 他提到的熱情 你對政治或者對公共事物 你有熱情 你有責任感 你有判斷力 他提出這三點 但是他這裡面提 這個不是我們 ordinary language 日常也有熱情啊 責任感啊 這個判斷力 這個他就有特定的意思 那熱情是什麼 熱情不是對一個 啊就很激情很密合這個 他指的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他叫做 缺事 缺就是缺東西 那個缺事情的事 缺事的熱情 那這種熱情呢 是一種對一種很踏實的理想 不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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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高調高天馬行空的 或者一種一種 啊其實用我們今天的這個這個 找人我們反攻大陸啊 我們今天愛台灣啊 等等 這一種就相對來講 你說他有沒有那種有有有那種 那你說他沒有那種也沒有那種 就是一種一種相對來講 很含混的一種東西 就是裡面沒有一種倫理內涵 像韋伯他很多事情都 都這個思考到一個內在的一個 一個倫理內涵 所以他這種熱情 他是有一個內在支撐的一個倫理支撐 在一個很踏實的一個理想 一個很熱情的現身 因為韋伯很多這個學生 很多這個思想 都來自於跟他 對整個基督宗教的 這樣的一個理解 也有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對於這種 踏實理想的這種熱情 就是他另一個對立面 就是他的朋友這個基某 就是另一個這個 他講什麼 他形容有一種一種心態 就是沒有結果的抗恨 那個沒有結果的抗恨 他最主要的就是 這個沙皇時代的俄國的知識分子 那種 像這個這個 我們去看羅庭底下的知識分子 當時的這種 那種蒼白那種 但是這個好像他們充滿使命 其實那個就是一種沒有結果的看分 他講一個政治領袖或者政治家 對於這一種政治的本性的所寄有這種熱情 應該不是這一種 這兩種是看起來好像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 你那個沒有結果的抗恨 那好像就很熱情 其實是很清楚 你必須把它分開了 那我們回到我們東方的 譬如說你整個中國的近代時候的 台灣現在的這個例子 我們也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也很多太多那個沒有結果的抗恨 特別我們現在在一個這個網路 是在你看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各方面 互相和那種互相 互相 例如論戰友互相 有太多這種不同證明不同 有太多這種沒有結果的抗恨 這樣的東西在 使得我們好像看起來我們這個整個這個市場 或者整個言論市場看起來很蓬勃很發展 但其實有很多都是這個像招錄一樣招生戲死這樣的一種 那麼我對這種是一個很不以為然的 好 那這個這個 因為這一種沒有結果抗恨說 這樣的一種心態上它是不會有任何的結果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大開你就會產生對第二個 你不會有絲毫的責任感 缺失的就很具體的 對一個我這樣的一種熱情 不是啦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或者我一個作為 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不在乎 我反正就是這樣一個 一個抗恨 一個作為 那結果 我不管 它認為說 這一種沒有結果的抗恨 到最後導致的就是一種 不會有 就不會有一個缺失的一個責任感 那麼這裡面中間 這個看起來很模糊的一個問題 的關鍵點在哪裡 就是說 你一個偉伯認為說 這一個政治領袖 政治領導者 或者一個這個政治家 最重要的一個心理特質 你的判斷力 你這判斷力是什麼 照它的理解是一種 心平氣和心沉氣靜的 去如實的面對現實的能力 換掉了還有 這是一種對人跟事的一種距離 那個沒有結果的抗恨 那一種就是幾乎是沒有距離的跟一個事 因為你的抗恨跟那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不會距離 所以你不會冷靜的去看一個事情 那因此你就也不會有一個冷靜的一個判斷力 好 偉伯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這三個特質裡面 他提到有一個做為一個政治最大的罪惡 是什麼 虛榮 虛榮是一切切勢的現身跟一切距離的死敵 那這個講這個虛榮這樣的一個虛榮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活在某種光影裡面 那這個虛榮最可能引導你是一個患 這個什麼樣子最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切勢跟沒有責任感 那我從這個地方我就不再去談它的一個比較深刻的事 我們用這個倒回來來看中安靜所提的 很多這個我們現在政治上 因為我們現在導入了一個像這樣一個媒體的時代 我們追求的不用說我們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明亮 好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這個這個 譬如說在社交媒點內利 我們很著重於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就太多的現象 甚至到任一個政策的一個決定 我們就要去考慮到一個什麼東西 考慮到包括人事 我們要不要停 這個大概也是最近這幾年才在我們這個出現 從一個比較冷靜的思考 有時候會覺得滿突物 或者覺得有點 至少我個人覺得很不能夠適應這樣的一個觀念 因為你做的任何一個從比較古典的這個政治的角度 你做一個人事的任命也好 一個政策的決定也好 你有很多討論有很多這種東西 你要考慮到的是它的確是你很具體的現實問題 跟它你的運作的這個可行性 以及運作的後果會是怎麼樣 做出一個全能以後 然後很重要的政治家很重要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一個決斷 那這個決斷就是你根據你的判斷力做出決斷 那這個決斷做出來以後 你並且為這個決斷所產生的後果 顧起你的責任 這是我另外講 另外它有責任倫理種種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回到這個我們來看 你看我們今天台灣的政治有很多產生 我們看不到 特別像中安靜題目上所提到的這個馬英九 當了八年總統這個柯文哲 當了快兩年的這樣的一個市長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起來都很清楚的 是在一種聲光非常榮耀的一個 那這一種某種程度我們都可以看到在他們身上 對這種虛榮的互走在他們的一個身上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某些作為 我們就可以尋找到某些心理的一個特質 那這樣講對柯也許相對比較不公平 因為他才做一年多還不到兩年 那會不會後面有所調整或是有所調整 不知道 那已到目前比較短的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是還兩個人 馬已經八年大概應該可以蓋棺認定 他很清楚他做的啊 所以這裡我們回到這個中安靜所提的很多 在管理上的種種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他們沒有領導 他們基本上頂多在做某一種層次的一個管理的動作 那麼在政治上的很比較深層比較具有倫理性的這種 比較做一種判斷跟做決斷這些方面 好像我們看起來相對的趁切 所以我當看了中安靜那篇文章 我特別想提出來的補充就是說 在另一個比較倫理層次的我們可能也要把這個家庭特別 你也許做一個企業家或者一個公司的管理一個領導 也許這個問題比較沒有那麼重 做一個政治的這個層面來講 這種決斷這種這個一個熱情一個責任意識 還有一個判斷力 這個馬斯維博100年一個世紀前所提到的這種特質 在我覺得在我們今天特別在媒體時代 媒體時代有太多引誘你去換馬斯維博所警惕的那種虛榮 那種外面的聲光這個換下來一個沒有責任感 換下來一個不切事就是對很多事情去尋求 沒有結果的抗分這樣的在馬斯維博 這是政治領導者最大的罪 那我們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政治領導 多多少少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影子 所以這是我看中安清對整個領導的這個領導所 這個一個完整的報告裡面 我提出一頓補充就是在一個比較倫理性的層次 做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補充 謝謝 哇 這個謝謝龐之 各位那個我想今天那個偉博的那個文章大家都讀過 可是經過這個中信兄這樣子介紹的話 這個我們有不同的深入的這個瞭解 這個我今天沒有講一個這個文章 這個代名是一個很特殊的 他在這個轉圍案裡面 他提到的都是說譬如說領導者的義務 所有的就是你就是做一個 他對這個領導者的話 他強調的就是說你的obligation 你是一個這個在上面的人 所以其實他可是那個中英修講的這個 這個倫理的這個東西相當的 我是覺得相當的深入 尤其是那個希容 這個希容沒有切中要害 這個沒有講到的一個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媒體的這個時代 所以我想很謝謝中信兄 那我只是我想我們應該提醒一下 我昨天看那個江春男司馬文武在 夜出在台中講的那個 他認為就是說我們都應該認為 應該好好注意一下 我們所有的人都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個都不大一樣 有一個很多想法啦 或者很多東西的話 都一直在改變 那其實有一個我就是想到一個 台灣可能一個很重要的共識沒有 就是說對於一個台灣的這個前途 那有統派的有獨派的 那這個或者是中國派的或者是這個 那這個東西一直大家都避免去揭發出來 所以大家就各走各走 各走各的路 然後這一直會一直混亂下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不幸的 不過整個發展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我今天聽了這個中信兄講那個微博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甚至我們應該好好的深入的來談一談 他的這個責任倫理 那我當時弄這個一直在講說 啊 義務 義務 你身為一個管理者領導者的義務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代理模式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說政治跟管理不大一樣 最大的政府跟管理企業不大 最大的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政府它其實最重要的是在講求公正 不是講求獲利 那柯文 柯市長這個有點 因為他是從這個企業出身的 所以他是他重利 他在講這個利益的東西 可是其實政治裡面的話 這個公平嘛 這個是很重要 不過他很多東西也是公平的 他是他要使用者互惠 可是台北市民的話 到現在都還是很難接受他的這個 這個中心 可是我想漸漸的會改變 漸漸的會改變 不過我想 我很感謝中心兄今天啊 提出來的一個 跟現在新的這個管理協業的 主要的歧視裡面啊 有一個更深層的 這個韋伯式的這個思考 這個實在是一個那個很好的 很好的復補 很好的復補 這個我想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謝謝 謝謝